股價有時變化莫測的 神奇愛股東樂集團189 週一收市後宣布業績 上半年收入超過100億元人民幣 盈利增長180-16.9億元人民幣 折合每股0.76元人民幣 即約0.87港元 股價週一已偷步反彈 昨日股價回落至8.37元 預期全年市盈率約5倍 股息方面 由於一向只派末期息及全年派息比率僅3成 預期股息率為6厘 但今年市集團成立35週年 加上首擁50億元正現金 也可期望會增派特別股息 東樂今年中期盈利刷新歷來最高紀錄 反映上半年忽季化工相當好景 東樂各分部盈利普遍上升 其中表現最佳的要數高新材料 盈利增至11億元 而在可見的將來 此分部形是東樂增長的主要動力 東樂現產多種高新材料 最受市場重視的是電動車用的高端 鋁電池的主要中介體PVDF 最近一年 優質PVDF的價格曾升至每噸40萬元 據了解 現時東樂的平均出廠價為每噸30萬至38萬元 以年產1萬噸計算 這方面的收入每年已達30多億元 上半年 東樂的PVDF產量為1.2萬噸 新增生產線1萬噸預期於10月建成投產 加上原有產能擴大 年底時年產量可達2.5萬噸 明年的產量較今年將增加一倍 東樂的PVDF今後會繼續擴產 打算到2025年可年產5.5萬噸 帶來更龐大收益 當然 除了東樂是高端PVDF的龍頭之一 其他競爭者也紛紛生產或擴產 例如李文化工746 已獲批建廠年產2萬噸PVDF 預期兩三年後PVDF價格難再大升 但由於電動車的產量將持續增加 使PVDF的銷售有保障 生產PVDF的原材料為R142B 這本來用於生產環保製冷劑 現時已主要用於生產PVDF 東樂的R142B的年產量為3.3萬噸 亦準備擴產以配合PVDF的增產 上半年度 東樂其他高新材料 有機季產品 環保製冷劑以至基礎化工產品 均處於景氣期 令到各分部盈利均落得可觀的增長 但6月起不少化工產品的價格開始回落 而這也是東樂股價近期受壓的原因之一 然而 由於PVDF於10月起開始確產 保守估計東樂下半年的盈利可維持上半年水平 即全年每股盈利可達1.7元 派息不少於0.5元 加上明年PVDF產量倍增 預期盈利至少仍有雙位數增長 可在藥市趁低收集